《鬼谷子谋略》第二篇,《反应术》,在古代能以大道来化欲万物的圣人,其所作所为都能与自然的发展变化相吻全。 反顾以追溯既往,再回首以查验未来,反顾以考察历史,再回首以了解当今,反顾以洞察对方,再回首以认识自我。 动静虚实的原则,如果在未来和今天都得不到应用,那就要到过去的历史中去考察前人的经验。 有些事情是要反复探索才能把握的,这是圣人的见解,不可不认真研究。 人家说话是活动,自己肩默是静止,要根据别人的言谈来他的词意。 如果其言辞有矛盾之处,就反复劫难,其应对之时就要出现。 语言有可以模拟的形态,事物有可以类比的规范。 既有象和比存在,就可以预见其下一步的言行。 所谓象就是模仿事物,所谓比就是类比言辞。 然后以无形的规律来探求有生的言辞。 引诱对方说出的言辞,如果与事实相一致,就可以刺探到对方的实情。 这就像张开网捕野兽一样,要多设一些网,会集在一起来等待野兽落入。 如果拔捕野兽的这个办法也能应用到人世上,那么对方也会自己出来的。 这是调人的网。 但是,如果经常拿着网去追逐对方,其言辞就不再有平常的规范,这时就要变换方法,用法相来使对手感动,进而考察对方的思想,使其暴露出实情,进而控制对手。 自己反过去,使对手反回来,所说的话可以比较累推了,心里就有了底数。 向对手一再袭击,反反复复,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过说话反映出来,圣人可以诱惑语者和智者,这些不必再怀疑。 古代善于从反面听别人言论的人,可以改变鬼神。 从而自探到实情,他们随机应变很得当,对对手的控制也很周到。 如果控制不周到,得到的情况就不明了,得到的情况不明了,心里抵数就不全面。 要把模仿和类比灵活运用,就要说反话,以便观察对方的反应。 想要讲话,反而先沉默,想要敞开,反而先收敛,想要升高,反而先下降,想要获取,反而先给予。 要想了解对方的内情,就要善于运用模仿和类比的方法,以便把握对方的言辞。 同类的声音可以彼此响应,合乎实际的道理,会有共同的结果。 或者由于这个原因,或者由于那个原因,或者用来侍奉君主,或者用来管理下属。 这就要分辨真伪,了解一同,以分辨对手的真实情报或诡诈之术。 活动,停止,应该说,沉默都要通过这些表现出来,喜怒哀乐也都要借助这些模式。 都要事先确定法则,用逆反心理来追索其过去的精神寄托。 所以就用这种反听的方法。 自己要想平静,以便听取对方的言辞,考察事理,论说万物,辨别雄词,虽然这不是事情本身,但是可以根据轻微的征兆,探索出同类的大事。 就像刺探敌情而身居敌境一般,要首先估计敌人的能力,其次再摸清敌人的意图,像藤蛇一样迅速,像后裔张弓射箭一样准确。 要想掌握情况,要先从自己开始,只有了解自己,然后才能了解别人。 对别人的了解,就寻比沐鱼一样,没有距离,掌握对方的言论,就像声音与回响一样相符,明了对方的情形,就像光和影子一样不走样。 侦查对方的言辞,就像用磁石来吸取钢针,用舌头来获取胶骨上的肉一样,万无一事。 自己暴露给对方的微乎其微。 而侦查对手的行动十分迅速,就像阴变阳,又像阳转阴,向鹤变方,又像方转鹤,一样自如。 在情况还未明朗以前就圆略来诱惑对手,在情况明朗以后就要用方略来战胜对方。 无论是向前还是向后,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,都可用这个方法来对待。 如果自己不事先确定策略,统帅别人也无法步调一致。 做事没有技巧叫做忘情失道,自己首先确定斗争策略,再以此来统领众人,策略要不暴露意图,让旁人看不到其门道所在,这可称之为天神。 谢谢您的观看。